嗨 我是Anny 這集即將開箱高雄車站附近的兩間早餐店 還有郵政博物館 首先來櫻花早餐店 這個很特別的叫做九層塔蛋餅 分量很大 這個分量好大喔 那個蛋餅通常分量不會這樣 通常都是大概這個一半餅吧 我覺得這個是他這間早餐店的蠻特別 煎蛋餅的方式 他是在煎火煎一樣的 對 一整盤然後再這樣一抽 對對對 他就是用那個圓形那種很大的鍋子 然後就是鋪在那個鍋子上面一整盤大的 然後我看他有鋪好像四五個吧 他好像把它割成四五個 然後就然後就同時煎好幾種蛋 九層塔蛋餅一份是三十五 然後我這個培根蛋餅一份是四十塊 其實很便宜耶 他這邊租金應該很貴 才收這個價錢 我覺得九層塔喜不喜歡是見仁見忌 如果有些人喜歡九層塔口味的 他就會覺得好吃 所以如果不喜歡九層塔的 可能吃起來他就覺得不好 對不對 我還蠻香的味道 他這台有一種那個九層塔還蠻特別的那個香氣 還蠻好吃的蠻特別的 我個人也不會排吃九層塔的味道 如果來高雄玩的話 來車站附近呢 不知道吃什麼早餐吃 這間還不錯 還蠻推薦的 這是他的菜單 這家早餐店 Google評論四點五顆星 他的每道早餐 份量都很大 三九五 嗨 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吃的這一間呢 是Google評論四點三顆星的早餐店 他叫做單賣現身 然後我後悔了 我剛才點這個漢堡 可是我剛才看到 國女的單賣吐司比較好吃 給你看一下單賣吐司 這個單賣吐司呢 就是他的吐司是有脆脆的那個口感 然後他這個三明治很特別 他的吐司是黃色的 黃色的吃起來有不一樣嗎 沒什麼不一樣 跟一般吐司一樣嗎 可是顏色比較好看 所以他可能這個顏色 只是為了讓我們食慾比較開 我們今天吃的這間 跟昨天那間完全不一樣 昨天那間比較傳統 昨天那間是比較是 傳統的早餐店 然後這間呢 他是比較走西式的那個風格 這個漢堡的口味其實是還蠻不錯的 這間早餐店從那個火車站走過來 大概七分鐘左右的時間就會到了 這間也是還不錯的選擇 好吃嗎 你的單賣吐司 你給他幾顆星 4.5 4.5 等一下記得去Google寫評論 這哪幾顆星 幾顆星 4.2 4.2 那比Google多 不會 有點麻煩 哦 所以如果有冷氣會比較好吃吧 哦 好吧 這間早餐店的漢堡 吐司 還有點心類 選擇還蠻多的 不過跟我昨天吃的那一家 風格完全不同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囉 吃完早餐後我們來到了郵政博物館 這裡全票20 優待票10元 也有免費的方案 我覺得是個很不錯的地方 都是正宗的 那這個你是說說這個 對 橘色感應器 你可以逼他就可以了 OK 那信封的話是 滿常特別設計的 春夏秋冬 那現在入夏了 我們就是換顏色 哦 換不同顏色喔 以前的高雄郵局就是長這樣子 好謝謝謝謝 可以掃QR Code 你剛剛練習過了 你為什麼一直沒避開水 你為什麼一直沒避開水 左邊那個要吃 你撞到狗了 你撞到狗了 油桶要吃 好吃吃吃吃 有有有有有有有吃到 好 好 再來第三關 死命必達 對 你過關了 恭喜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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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要吃 對 我手要吃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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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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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看起來很新 因為他說才開一年多而已 這裡都是郵局的車車 我們上次有去搭 有去看這個 對啊 行動郵局這個 行動 行動郵車這個 我們上次有去看對不對 我還有跟它扣好 對呀 現在好像比較沒有這種 對 現在 現在是下面的這種 我們又沒有駱駝 以前中不大了 喔 你的路途好了 對 不錯 動出 OK 它正在認真找有獎徵答的答案 你找到幾題了 喔 你快要完成了 你看這個光影 很漂亮耶 這是狗狗嗎 對 看起來很像 這也是狗狗耶 它是不同時期的 這個好久 還有龜行汽車油箱 這是民國45年的 別的國家的防疫油票 辛巴威 辛巴威 你看 防疫油票耶 它的做法還滿漂亮的耶 這是奧地利發行的 所以就有這個可愛的大象 這個是吉米油票 感謝防疫人員留言區 布置這樣還滿溫馨的 這個好可愛喔 這是紐西蘭的 尋找小熊油票 是在這個海騰上面嗎 喔 這是這裡嗎 這邊是DIY教室 可是它這個彩色筆 有點難弄 按下三秒 這個嗎 這裡 它的在這裡 這一隻 剛才彩繪的 這是別人彩繪的 下面那個 它是不同國家的郵票 然後就可以抽出來看這樣子 芬蘭 這是它的歷史 你看它是票選第一名喔 這裡還有Snooby 這鴿子挺可愛的 在郵政博物館的一樓 有一間咖啡廳 我們剛逛完博物館 腳痠了 來這裡喝杯咖啡 好喝嗎 好喝 對 我看它的咖啡機 是貴的咖啡機 沒賣 好喔 那你吃口蛋糕 看看好不好吃 好吃嗎 熊的造型的黑森林蛋糕 這家咖啡廳 這個環境優美 它的咖啡是還蠻好的 可惜它沒有那個餐可以吃 逛完這個博物館 然後再來這裡喝杯咖啡 感覺不錯 這樣很人情 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跟著我一起愛生活